你别拽我了 老李 你干啥 你别拽我了 你干啥 我跟你浪 你别拽我 你坐坐坐 那啥老李啊 你就帮帮我呗 不是我不帮你 你说这一年我帮你写作业 我脱发老严重了 这不挺好的 看不出来呀 好吗 好吗 好吗这玩意吗 老李啊 你再帮我写一次 就这一次行吗 这样啊 我最后帮你一回 好不好 你呀赶紧一会儿合计合计 咱班主任到你家家访 你咋整吧 好好好 我给你写作业去了 哎呀 作业事解决了 家访事不行了 我不能让老师跟婉儿见面 我得赶紧回去 哎呀我呀 我说儿子 儿子 儿子 爸 爸就回来了 你今天不住校了 今天家访 不是 那个回家上网 咔咔咔 爸呀 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在家待着多好啊 上什么老年大学呢 活到老 学到老嘛 学无止境 你知道不 行 爸 你在学校待得咋样啊 老好了 成就好了 要我跟你说 我能蹦高往那聊吗 行 爸你只要开心就好 对了 零花钱还够不够 不够一定要跟儿子说 零花钱够了 时间好像是不够了 儿子 爸饿了 你给爸 整点饭呗 呀 那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家 我啥也没准备 没准备好 那你出去买一点呗 行 爸你想吃啥我去给你买 你去到哈尔滨买点红肠 对呀 爸 那不都出山羊了吗 你就赶紧去就完了 我跟你说 离开这家就行了 爸 你怎么还撵我呢 快走 完了 完了 来了 怎么了 儿子 爸告诉你啊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相信你爸 你爸我是无辜的 来吧 早晚都得来 来就来吧 你好 快递 请问是郭东林家吗 你走错了 这是郭东来讲 送过快递 给我演成小品了 还要郭东林 咋不找龚汉林呀 爸 别闹了 行 那我现在下楼了 别别别 儿子 烧点富宏大豆油回来 哎呀 爸咱家不有嘛 在一飞转之间你可好了 他说 富宏大豆油吗 为健康加油吗 行 那我下楼了啊 耳朵快点啊 哎呀 终于走了 我谁也不怕了 让我们一起摇摆 摇摆 一起摇摆 摇摆 谁 这是郭东来家吗 老师真来了 非得开门 不开门真不行啊 老师啊 请进吧 访吧 就我一人 随便访 郭旺同学 你觉得你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老师 可以不炫耀地讲 to be number one 这么着吧 我跟你说不明白了 你把你儿子叫出来 我跟他说 哎呀 那个老师啊 我得带我儿子跟你道个歉 让你失望了 他没在家 等等 我给你儿子打电话 我都回来 老师我不等等了 你就得打了 必须得打 老师 老师 谁借过就来电话呀 喂 你好 请问是郭东来吗 惊不惊喜 有意外 我儿子手机 他没打 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我妈 他得拿一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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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这马虎劲 我手机没拿 哎 看着我 这 那我走了 爸他谁呀 他 他 太惊喜了 太意外了 你儿子回来了 我还在 我是你爸爸的班主任 班主任哪 那我玩 你走 我去给你洗点水果 不用麻烦了 那个我下楼 给你买点东西 你给我回去 先坐吧 行 爸你也坐 我还站着吧 今天来家访呢 主要说一下 你爸最近在学校的表现 哎呀 老师 我爸都跟我说了 他说他在学校表现老好了 对对对 是 开始是挺好的 后来就完了 那学习成绩 只限下滑 你就拿这次月考来说吧 咱们一共考了七科 你爸有五科都不及格 啊 不是 你先别着急啊 郭东来 其实吧 我觉得 过望同学的智商 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不要努力的话 他的学习成绩还能上去 能排到我们班的中上游吧 哎呀 老师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啊 我爸他从来都没有告诉我 他有月考的这回事 过望同学 那我可得问问你了 嗯 这些月考的卷纸 我说让儿女签字 你那都是谁签的呀 老郭药 哎呀 老郭药 哎呀 这门子还不错呢 哎呀 谁是单上 啊 老郭药 这回作业我可给你写完了 啊 那个 但是呢 我让我儿子发现了 晚上呢 我儿子说 以后不让我跟你玩了 晚上这些东西 你放我那儿都还你啊 这个是你放我那儿帮你藏的酒 完了 这个是你上课玩的游戏机 还有溜溜球 这个是你这一个月考的不及格卷纸 我都给你签好字了 拿着 咱俩呀 以后就别联系了 各自安好吧 不是 你这个时候来 你说我能好不 再说了 你说话之前 能不能就是看看环境啊 再说话呀 哎呀 还看啥环境 以家以前我来 多回写作业还看环境 老师好 老师再见 回去 老师怎么还在呢 一直都没走啊 东来 这都不是小事 这些事都可以过去 主要是你爸现在呀 他不光自己不学习 他还影响其他同学 我们影响啊 来 老李同学在这呢 让他说 有没有影响你 我不想出卖朋友 行 那一会我去你家 做个家访吧 影响 何止影响啊 还带咱们逃课呢 逃课 爸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李叔啊 我爸他都干啥了 你爸呀 就带着咱们全体同学呀 到操场上跳街舞 不光跳 还让我们斗舞 那方面东来你不知道 脑壮观了 满操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集体托马斯全悬 哎呀 看得我是心惊胆战的呀 爸呀 这多危险呢 光闪着腰的就六个 这我还没算崴脚的呢 爸你这是干啥呀 其实重来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事 你爸现在呀 是回了寝室就不睡觉 他不光自己不睡觉 他还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这个事绝对没有啊 这个我替老郭作证啊 你爸绝对没有影响别的同学睡觉 干脆不让咱们休息 我爸他到晚上不睡觉 他又干啥了 他半夜还爱拉二胡 你说他拉个节奏慢的也行 他不得 他穿条那节奏快的拉 拉赛马 对 那赛马这荒惠呀 你拉谁不听不动的呢 停 你干啥呢 那个老师 你不知道 他拉二胡 得拽着我掩马 习惯了 我跟你说 关键你掩马老像了 哎呀 行了爸 你俩可别闹了 东岚 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 主要想让你劝劝你爸 爸 咱这样 咱现在回学校 把你那些东西 全部都收拾回来 咱别念了 不念了 不是 凭啥不念了呀 你还念啥呀 你都把学校做成那样了 你咋念呐 不是 你小时候比我还能做你 我都没有放弃你 怎么老师来一次加班 你就把我扔了 你 啊 爸 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 你上这个老年大学 到底是为了啥 为了你 你咋跟你爸说话呢 啊 侄儿啊 叔得说你两句啊 啊 你爸因为啥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上这个老年大学 因为啥 我太清楚了 一来呀 我去学点高科技 跟我儿子啊 拉近点带狗 二来呀 我儿子工作忙 是不 我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老李啊 你别说了 儿子 爸知道你是个孝子 但你不能把现在都放爸身上啊 尤其你现在 工作正处在上升期 爸可不能拖你后腿 爸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爸 儿子 爸错了 爸有一些小毛病 以后爸改 行不 你再给爸一次机会 让爸爸的老年大学读完 行不 儿子 这回上学啊 我一定好好学 我做个好学生 爸做个三好学生 行不 你再给爸一次机会 啊 儿子 你就踏踏实实上班 爸保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爸 行不 你不是我的负担 儿子是不想让你孤单 爸 哎呀 太敢了 老师啊 我想替老郭说两句话呀 你说 其实老郭人可好了 他是咱们大家的开心果啊 那咱们爸要是少了他 他是死气沉沉了 他能给咱们大家带来欢笑 咱老年人需要啥呀 那就是需要快乐 老师啊 别让老郭退学了行吗 我一直也没说让郭叔退学呀 你说你听啥呢 听差了 哎呀 东莱 今天这是家访啊 真是太有意义了 我们也有考虑不周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老年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问题 回去之后我们一定改造 对谁有错误谁就得改 爸 儿子 再给爸一次几位 让爸把这老年大学读完去 爸 你怎么高兴就怎么来 你看你 我就说我儿子开头 说好了就好了 既然今天家访这么成功 我再上你家去一趟 老师啊 我儿子不带家呀 不行儿子 我得给你礼书去做证去 等我一会儿 爸你可别去了 你再给礼书整吹血了 哎呀